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全雲的日常 我是薰谷烈 今天呢我們就要來開箱一個 就是之前也開箱過類似的東西喔 那就是呢 我又訂了這個去年喔 2022年的熊貓人Sasaki Saku的這個 生日紀念套組喔 就是彩虹色的熊貓人 然後 是去年 他是去年11月11號開始預訂的 然後我今天收到了 然後呢 箱子打開剛剛報紙我有拿掉了 然後 我先把這個 處理一下 好的 處理好了 所以他本來長這樣喔 只是他的 保護措施都做得很夠喔 然後我們就先拿起來 拿起來的時候 箱子拿開 就長這個樣子 那這個包裝 看起來 跟去年蠻像的 有點不一樣 他這個盒子的這個形式不太一樣 但是 這個上面的 上面寫的東西圖案 都類似喔 類似但好像也沒有完全一樣 就類似 好然後呢 我這邊就 把它剪開吧 不用剪開 他是 他這個是 黏貼的 撕開就好了 所以是 不用去剪他的 好盒子長這個樣子喔 我們看一下盒子 他好像這次連邊邊角角都沒有給他 損到的樣子 所以這一次 應該是可以很放心 今年應該也不會 在運送過程中 出問題吧 我們就先打開來看一下 然後 先看一下那個 當初網站上他寫說有哪些東西喔 看一下 有那個嘛 有一樣有壓克力板 然後 好像有一個 迷信片吧 徽章 一個 好像是一個 大 兩個徽章一個 大鑰匙圈嗎 對 我們就 看一下 我要怎麼樣 才不會 那個 不小心撕到 這樣嗎 等一下 我盡力不去損到他 喔好的 那等一下應該會有這個 壓克力板不能直接放出來 好 我先拿開看我等一下影片要不要打碼 OK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弄一下 我處理一下 因為那個不能給大家砍 好今年的東西 我先從那個 等一下這個東西不得了啊 這個先給各位看看 這個沒有問題 這個 我要怎麼樣 我等一下弄一個特寫好了 恩 這個東西它的材質是 恩 我說不太出來 好像有點像 布的材質 那個喔 反布 反布材質 這個東西反布材質 等我一下喔 恩 整體來說長這樣喔 然後 可以跟我的手做一個對比 我的手差不多這麼大 然後 這個東西它這麼大 然後 比較讓人驚豔的是 它後面是木頭 它後面是木頭 然後 恩 這邊 它是反布 然後用這個 好像鋼釘給它定起來 這是今年的 今年它的其中一個商品 這個東西蠻厲害的 其實我覺得 好那這個就是 其中一樣東西 然後 它好像 這次也有這個 它 今年也有讓它可以立起來 不過這個方法好像更複雜了 我看一下喔 恩 我先給各位看看 它有一個這個東西喔 然後它的方法好像是在這個 這個畫框的側面 去給它固定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然後用繩子綁起來就可以用掛的 喔這個 蠻費工的耶 這個比 去年那個更費工 然後 今年也有壓克力板 那壓克力板的話 恩 我看一下喔 然後怎麼可以都看完看 壓克力板的話 先拿下來 好這是壓克力板喔 那它的圖呢 跟剛剛的這個 剛剛那個畫框 的圖是一模一樣的 那這邊呢 有這個 給粉絲的訊息 那 基本上來說 網站它都會把它碼掉 所以我這邊也不給各位看完看啦 那這一次就是長這個樣子 比較小一點啦 但是 還蠻精美的感覺喔 那裡面 啊不對 它是 它這一次是直接把 明信片放在壓克力板裡面 其實也算是幫我們省了 一些力氣吧 就是 有些人拿到明信片 還會再刻意去放它 弄壓克力框之類的 它直接幫你準備好了 那這個東西喔 跟去 如果是這個的話 跟去年的 方法應該是一樣的 只是我要確認一下 用這個 應該是用這個 應該可以把它固定 讓它可以立起來 它是兩個板子喔 呃 我這邊有一個板子是直接在上面放明信片喔 然後另一個板子才是寫粉絲訊息喔 所以 可以這樣分開 就可以 不會給你們看到的訊息了 可是 我現在在想的是 它這個明信片的包裝 跟 它擋到洞了 它是可以移動嗎 還是我一定要把那個拿下來 我嘗試 不去 動到那個 塑膠的包裝 看能不能好了 就是我可能 搓到那個塑膠袋 我想說保護多一層是一層 我先看一下 跟我想的人不一樣 好像可以 就用另一個 好這樣子就 有力起來了喔 給你們看一下 側面大概是這樣子 這樣子 對 然後 上面還有兩個嗎 上面還有兩個的話是 這邊 這邊還有 那我再把它固定一下 這邊還有 再把它固定一下 好大概就長這個樣子喔 然後這就可以 它就可以立起來 然後 這次是 它比去年的還要小一點喔 不過我覺得 就是 但是 我本來房間空間就沒有很多啦 所以對我來說還好 而且又多了一個木頭像狂 我覺得基本上 不虧啦 好 那這個 壓克力板的部分 開箱到這邊 我們看一下其他東西吧 好那我們來開箱一下這個 大徽章的部分 大徽章 來 那圖是一樣的喔 那 我感覺好像更大了耶 比去年的更大喔 還不錯喔 我其實很喜歡今年這張圖喔 今年這張圖是 我就是 一看到那個 就是預購網站一看到我整個超心動的 很可愛 就是去年的話 那個 熊貓人的那個圖的風格比較不一樣 也不錯喔 但是今年完全只有可愛風 我整個就是 我就是暈了好不好 那今年也有這個喔 今年也有這個 一樣是簽名喔 用不同的 風格的 但是簽名是一模一樣的 我一直很喜歡那個 熊貓人的簽名 我去年也講過 就是他那個 假名寫起來很有趣喔 對 我還蠻喜歡他的簽名的 然後 再來是 我看他這個是什麼 是鑰匙圈嗎 有點像吊飾 對 那他是跟這個是一樣的圖喔 但是這個有點像是吊飾喔 那他的材質是 金屬的 金屬再套一層那個塑膠膜 就還蠻有質感的喔 然後背面有這個 彩虹色 Nichi Sandi Birthday Good 就整個還蠻有質感的感覺喔 就跟去年也有一種不一樣的感覺 那今年差不多就是這樣了 今年的 沒有別的東西了吧 就是 這個我還沒用 這個就是 到時候要掛那個 木框用的 我想一下 這個我要煩惱的點是我要想一下我把它掛在我房間的哪裡喔 那今年的 差不多又開箱到這了 對然後 今年最讓我驚豔的是這個 對是這個 就是 他整個是 木頭 讓我非常的驚豔 我沒有想到 今年的生日號組可以做到這樣 然後外面是帆布 就是 因為 那個 掛軸 也有類似的材質 那今年沒有掛軸 可是今年這個 木框 的 木頭框的這個 有點像畫像的這個東西讓我有點驚豔到 對 那 不要掛在後面嗎 這個 今年的 可以立起來吧 不能立起來 我先不要放 把它放在畫面裡好了 反正 剛剛有給各位看過了嗎 好啦總之就是這樣 今年的 今年的生日套組 就是 少了掛軸 然後有 有多一個 木框的這個 基本上 看人啦 我覺得今年 有搞這個不一樣的 有特別有讓我驚豔到 那不知道其他VTuber的 生日套組長什麼樣子喔 總之今年這個我還算滿意啦 重點是這個圖啊 這個圖真的 超可愛的 今年就是 我完全就是 沒有半點猶豫 看到就直接定下去了 對 今年的 熊貓人真的很可愛 對 那 有關於我是怎麼開始接觸到VTuber這個大坑 就是不管是彩虹色啊或是Holo啊 之前有兩部影片都有提到過 就是 我第一次開箱 熊貓人去年的生日套組跟 我開箱 天使的 這個兩週年紀念的 套組 都有提到 喔對了然後天使的 HoloLive的天音比方的三週年 紀念套組呢 我也有 我也訂了 就是 他大概四月左右會來啦 對差不多就是這樣 那 這次的 套組的開箱就開到這邊啊 就是給各位看看看一下喔 我覺得 今年真的是 不虧啦然後買到 這麼可愛的周邊 我覺得 不虧好不好 還有那個木頭框 比較煩惱的是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在哪喔 不過 我覺得 這次今年 買這樣 算蠻賺的啦 對 今年不虧啦好不好 那我們這次的 套組開箱的 日常影片就先說這邊啊 再次回答這次 如果你喜歡你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影片下方一個喜歡 並且分享 那繼續看下去的話 可以在影片下方一個訂閱 從前一開始成為 靠北溫 我點擊什麼按鈴鐺 對我們朋友有什麼意見的話 可以在右下方 並且按鈴鐺 並且按鈴鐺 最大的鈴鐺 有沒有收藏的 V還有 IG 好那下我們就 下次再見啦 白米 喔 好謝謝 喔又來了又來了 喔為什麼要騙我 為什麼